由肖战等人主演的电视剧《王牌部队》正在热播 最新的剧情中 顾一野高亮等新兵终于走上了人生第一次真正的战场 迎接血与火的洗礼 这不是演习 九连战士们奉命穿插到敌方 但是通信线路中断 没有火力掩护 在过程中还遭遇着敌方的伏击 展开了数次激烈的枪战 为了营救战友 九连损失惨重 一向胆小的赵轰六尾 身炸敌人的炮火 毛牌长舍身取义 演习中曾坚持走到终点的临北海 这次也被打伤了腿 他们呈现了高光时刻 在激烈的反击过程中 张飞牌长受伤 高亮独自冲出包围去吸引火力 顾一野带领大家冲破战线 但撤退途中 张飞牌长为了救下顾一野而牺牲了 顾一野看着牌长在他面前倒下去 却无能为力 场面令人破防 最好的牌长 他走了 可以说顾一野轻松懵懂 慷慨激昂的青春时光 就在这里戛然而止了 他还因此患上了战后创伤应激症 久久不能走出悲伤自责的痛苦情绪 在一连串高亮的剧情中 顾一野连续几场哭戏 每次的情绪都不尽相同 让人感受到演员肖战的情绪转变和演技实力 在得知牌长牺牲后 顾一野的眼睛红了 但起初还是一副不肯相信的样子 带着西记的眼神 但是在确认班长牺牲是事实后 他瞬间崩溃 几乎发疯似的一直问着台长呢 最后在战友的怀里挣扎着崩溃大哭 撕心裂肺的哭喊着 那种悲伤和绝望情绪一下子迸发出来 非常具有爆发力 回程的车厢里 一连连长路平凡安慰着他 但他想到了战友们牺牲的画面 静默不语 眼泪速速坠落 能够看到他内心的哀伤 他甚至申请调到一连 就是那个曾经他说 要踩着他们脑袋的一连 曾经的意气风发荡然无存 眼里含着泪水 哽咽到颤抖变调的哭腔 仿佛没有了灵魂 隐忍 压抑而又痛苦 返回部队时 看到门口来迎接张飞的阿秀时 故意也愧疚到不敢面对 赶紧别过头 但很快眼角就渗出大颗泪滴 曾经满满当当的操场 如今变得空荡荡的 镜头切换肩 时空交替 英雄已逝 故意也喊出的那句 应到一百零二人 十到一百零二人 让多少人眼泪止不住 喊出这句话的同时 故意也的眼泪 也一直在眼眶里打转 但他的目光是坚定的 秦连长让他将张飞 牺牲的消息通知给阿秀时 故意也连忙拒绝 这里他按住自己发抖的手 细节好评 而当连长说到实在没有其他人了 故意也的眼里又是勤满泪水 嘴唇吸动 呼吸急促 有一种惶恐无助 看得出在竭力调整自己的情绪 在预告里 师长要给他们军功 故意也没有说话 但红着眼眶 大颗泪珠在眼底 满脸倔强 看得出是十分抗拒的 这几场哭戏 每一次都释放了不同的情绪 肖战的掌控力相当可以 这也说明 他对顾一也这个角色下了苦工去琢磨 而在这一集播出的当晚 肖战也发了长文 和顾一也进行了穿越时空的对话 字里行间都透露着真诚 为了挖掘出顾一也的精神报复 肖战和导演一次次探讨 意识到了顾一也的精神内核 九连生死在一起 坚信顾一也他们也将会带着 九连102人的精神继续坚定走下去 成就王牌部队 希望顾一也早日走出困境 带着牌长和战友们的嘱托 实现梦想和报复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